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一甲 我们是理念祭以教导牧养宣教来到荣耀神光明的国度 我们邀请你进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今节我们会继续讲反宗教改革耶稣会 这个内容来自圣经简报站的教会历史概纜 抗议中的改革运动在天主教里面 也激起了一些有识之士去改革天主教的热枕 而在他们的鼓励下 教皇保禄三世就在意大利北部的小城天特召开大会 这个会议就是从1545年直至1563年之间间间歇性来开会 天特会议就是天主教内部自我改革的里程碑 就确认了教皇的权威 巩固了天主教的思想和组织体系 来对抗庚靖教对内部的腐败亦加以改善 这个天主教的内部改革运动也都称之为反改革运动 这个就是令到天主教从腐败和庚靖教的打击当中 重新建立起来并且阻止了庚靖教在欧洲更大的扩张 之后双方只能够在宣教的工场上增长短了 这个就是当时的版图来的了 在这个反改革运动当中耶稣会的兴起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这个在天主教宣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组织 就是从罗要拉所建立的 罗要拉就是出生于君女的 他在巴黎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后来到亚洲宣教的沙弗洛 两个人自同道合在1534年组织了耶稣会 至在领人归回天主教 耶稣会是一个纪律很强的修会 强调完全信服于领袖 愿意在任何严苛的条件下接受指派的任务 所以有人称他们为神的精兵 神的特战队 耶稣会的三大特色就是 兴学、宣教和压子庚靖教的散播 首先在欧洲兴访了很多大学、高中 是现今世界最大的办学团体之一 台湾的妇人大学、徐会中学、光启舍等等 都是耶稣会所创立的 这个会培育出的学生 除了神职人员之外 很多都是活跃在西方政界和知识分子的阶级 著名的都有笛卡尔 现任的教宗方济国 亦都是耶稣会会士 为首位耶稣会出生的教宗 而因着他们的努力 令到波兰、澳地利和德国南部 都归回到天主教 令到一些欧洲地区 比如比利时和爱尔兰 就留在天主教当中了 而他们也到了北美、南美、亚洲 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 修法律就是第一个到日本宣教的天主教宣教士 被称之为是亚洲的使徒 然后就到利马斗 在1583年耶稣会宣教士 利马斗就抵达了中国的宣教 他就是天主教在中国宣教的开拓者之一 除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之外 还广告了中国官员和社会的名流 又传播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的知识 他亦都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 并且对中国典籍进行鑽研的西方学者 他的写作不单止对中西家流做了重要的贡献 对日本和朝鲜认识西方文明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好了,简单介绍了耶稣会里面的一些历史的内容 好了,我们今节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一甲,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是我们的facebook专页和youtube频道 我们是圣经一甲,我们是理念 就是以教我到木养宣教来到荣耀神光明的角度 好了,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祝福大家